他因主持TVB无穷之路而爆红 不少内地粉丝为了多看看自己的偶像 催着他开通各种平台账号 被粉丝这样督促的主持人 估计只有陈贝尔了吧 陈贝尔的真性情 有温度及超强的共情力 让人印象深刻 赢得两地观众的好评 他有望成为年底TVB 万千星辉颁奖底最佳节目主持人的大热人选 其实也不奇怪 陈贝尔一直是很有观众源的优秀主持人 他在《无穷之路》里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 《无穷之路》体现了TVB高超的制作水准 只要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 都能感受到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而到了如今 随着纪录片口碑的进一步发酵 以及诸多媒体的报道 内地观众对于TVB非戏剧内容会有更直观的认识 小编相信TVB节目 销往内地的阻碍已经大大降低 事实上早在一个星期前 TVB首席创意官 王祖兰就向港媒透露 未来 无限在非戏剧节目领域将和内地加强合作 力争将内容打入内地市场 随后不久 《学人记》便出现在B站纪录片专区 似乎印证了他的说法 我想接下来大热的《无穷之路》 被内地买下版权 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对于TVB而言 在聚集内地口碑 影响力下滑的当下 挖掘非戏剧节目的潜能 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而即优秀的节目成功输出 或许会带致着其他节目 成为收入的新增长点 《无穷之路》是以乡村振兴为题材的纪录片 作为主持人陈贝尔需要踏遍六个省 深入十个曾经落后的乡村地区 为了真实地了解当地的生活 他凡事都亲身体验 例如在首个拍摄地点四川梁山 陈贝尔带着设置组艰难攀登钢梯 耗费数小时才抵达村子 然后他一边参观民居 一边通过对话了解具体生活情况 把过往村民的贫苦如今发生的改变展现出来 最后他又来到扶贫政策下给村民修的安置小区 拜访村民的新居 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 整个过程流畅 自如 没有半点娇柔造作 基本上客观中立地带出了整个故事 面对汹涌的江水 陈贝尔也本能地恐惧 尽管嘴上念叨着我害怕 行动上他也没有退路 正是这样的敬业精神让许多观众喜欢上他 观看节目真的很难想象 陈贝尔已经42岁了 入行18年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走到现在一线女主持的位置 2003年大学毕业的陈贝尔被电视台高层看重 加入了第一代有线娱乐新闻主播的团队 起初很多人质疑陈贝尔是靠复音才得到入行机会 因为他有个担任演唱会监制的爸爸 陈贝尔于家中排第二 爸爸是资深演唱会监制陈永浩 据说当年张国荣 梅艳芳 谭永林等巨星开演唱会 都会和他的爸爸开会探讨 在他小学五年级时 遇上香港移民潮 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 至2003年大学毕业 佳巧于永山透过当地电视台幕后高层 为刚开台的有线娱乐新闻台挑选人才 正好选中他担任第一代有线娱乐新闻主播 于是决定回港 跟已回流的家人团聚 对于被外界质疑靠复音 陈贝尔说如果真的靠爸爸 他就去做歌手了 不用那么辛苦 但爸爸从没有叫过他做歌手 很放心让他去自由发展 说优势是比人多 有一群从小看到他大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疼爱 但走出来的路还是要靠自己 他表示 我不会理别人目光 只专注自己的工作 这一行比其他行业竞争更多 所以更加不要让别人影响到自己 陈贝尔还曾访问过日本男神牧村脱灾 据说当年原本约定好了专访 牧村却要提前返回日本 因而取消了所有外国媒体访问 听到这个消息 陈贝尔倍感无奈 却还是要想办法采访到他 唯有到酒店一直等 一直等 等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感动到他肯接受访问 访问中陈贝尔与牧村脱灾的勾手镜头 也被流传了很久 他称这次是他做娱乐新闻主播以来最难忘的事 观众也因这个访问而开始认识他 而他觉得难忘的是除了勾手指尾外 深深地感受到做娱乐记者的心酸 他表示很多时真的要等待 等做到得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每次采访前他做足功课 和嘉宾互动过程也大方得体 很多接受过他的采访的嘉宾 都会对他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陈贝尔也因此越发受到重用 成为香港第一位 采访奥斯卡 嘎纳影展 等国际盛事的女主播 是名副其实的金牌主播 即使这样 他也没有骄傲 反而不断挑战自己 开始做各种有难度的节目 陈贝尔的代表作是 嫁到这世界边端系列 三季的豆瓣评分几乎都达到9分以上 这档节目中陈贝尔要飞往德国 丹麦 泰国与阿布扎比等八个地方 寻找香港人其远家异国的故事 见识他们如果适应异国生活 以及为爱可以付出多少 虽然节目只有短短三季 但是当时非常受女观众追捧 2017年 陈贝尔为第一季主持时 每当看着受访者甜蜜的互动 他就会显得特别伤心 但在镜头前仍强颜欢笑 直到留下他一人独白才会流泪 每句话仿佛都是切身之痛 其实当时的陈贝尔已经与丈夫分居 离婚仪式是被同行工作人员 不断追问下才终于被曝光 令他不得不对外回应 伤心的陈贝尔没跟同事 朋友分享 一直默默对外强颜欢笑 离婚那段时间在他个人IG上 并没有提及任何关于与丈夫分开的事 反而是一张又一张他工作时候的笑脸 现在回看确实令人心疼 被曝光时他一边讲一边激动流泪 强调并没有刻意隐瞒 解释大家是因性格不合产生摩擦 是和平结束关系 绝对不涉及第三者 而且彼此再见亦是朋友 经历失婚的陈贝尔也有过一段时间非常落寞 他坦言自己比较依赖别人 他感慨道 有段时间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 下班后很怕回家 因为回到家里只有他自己 不习惯一个人去吃饭 失婚还曾导致他自信心低落 觉得没有人爱他 被深爱的人重创后 无论本身事业有多强 还是会质疑自己的能力 感到与世界相隔开了 幸好的是 经过一年时间沉淀 陈贝尔没有让自己停留于伤心的阶段 他表示自己会向前出发 现在的他通过不断运动和投入工作 增值自己 为了早点走出情商 这几年 陈贝尔重新投入忙碌的工作 出了好几档新节目 其中就包括《寻找家乡味》 就像名字所说的 节目走访在香港居住的异乡人 了解他们背景离乡的故事 并在他们的带领下 寻找各地隐藏的外国家乡菜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你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感性 并且观察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他会重新出发 投入别人的世界 挖掘当地人的故事 除了寻找家乡味 不得不提的是开头提到的大热之作 《无穷之路》 播出至今 豆瓣评分飙升到9.6分 引起巨大反响 作为乡村振兴的纪录片 他没有故意删情 也没有刻意拔高利益 而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 用真镜头真故事 给观众展示国家乡村振兴之路 这样的真 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温度 看到了不一样的乡村振兴 节目的真还体现在陈贝尔真城 接地气的采访之中 整个拍摄过程 陈贝尔遇到最多的是普通的村民 很多时候他都会停下来 跟对方聊一聊 就像朋友相处一样 听村民讲起小时候的苦日子 他的眼眶会发红 看到学校里玩耍的孩子 他会开心地和他们打成一片 当然 要想更完全地了解 某些地区的乡村振兴之路 少不了要和典型人物聊聊 来到宁夏西海固 陈贝尔拜访了电视剧 山海情的原型人物 谢兴昌 原来电视剧的片段不是夸张的 当年谢大哥前往的 闽宁村环境十分恶劣 他带着13户村民去的头一天 就碰上沙尘暴卷走了所有大的帐篷 然而谢大哥立牌众议 坚持建设闽宁村 认为就算苦也是有希望的苦 最后终于实现了带领村民修路建房 八家致富的愿望 此外他们还邀请到了藏族网红小伙 丁真与陈贝尔进行独家访谈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由于丁真的网红魅力太大 节目组只能将专访地点 安排在广阔的草原和山头上进行 否则采访主角很容易被前来追星的人群淹没 国家的乡村振兴之路还在继续 无穷之路节目组的脚步也不会停下 工作中不具困难展现出 令人佩服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感情上真诚温暖 经历失败也积极面对 节目监制曾应说 贝尔很投入做一件事 他很想知道当地人的故事 与那些只是收集一下资料 并不真正关心他人的记者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真实打动到村民 就算大家语言不十分一致 贝尔操着港式普通话 村民带着一点方言味的普通话 大家都是靠互相猜测 彼此明白对方的心情 不过人的眼神感情是没得欺骗的 对方知道贝尔是真心想去认识他们 知道他们的故事 了解他们以前的遭遇 忠心祝福他们现在的生活过得这么幸福 村民会很想和他分享 敞开心扉去讲他们心底里的话 陈贝尔为了无穷之路的拍摄 做了许多准备功夫 在拍摄前半年 他专门找了一位普通话老师 恶补普通话 在拍摄前两个月 他就开始皮肤护理 尽量在接下来三个月时间里 维持一个漂亮的上镜状态 虽然他对护肤很上心 其实他一点都不娇气 没什么偶像包袱 要完成整趟旅程需要巨大的毅力 得适应高原地区的气候 饮食 还得有足够的气力长度跋涉 当到达川藏有天空之城美誉的礼堂时 陈贝尔一度出现了高山反应 当地人员马上带他到医院 送上暖水 药物 氧气瓶 供他缓解 小妮子也没有喊过一声想退出 最后顺利度过 坚持完成拍摄 除了陈贝尔的女强人奈利 她的语言能力也令观众刮目相看 据节目组透露 《无穷之路》设有英文版本 在明珠台播放 陈贝尔以一口流利的英文 为自己在节目中的访问重新配音 不少观众看后大赞陈贝尔的英语 讲得既纯正又好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